TOKYO炮脚机恐过热燃烧,标检局下令回收。 天气冷嗖嗖,泡个温暖的足浴是很多人冬天里最大的享受。 不过价钱越贵的,不见得越好。 小宝处今年10月从各大卖场、百货公司与网络购买10台炮脚机进行检测, 所与标检局一同公布结果。 著名的TOKYO SPA炮脚机品质检验竟然不合格。 因包浦线圈温度过高,恐引起线圈绝缘体融化。 轻则故障,重则起火燃烧。 标检局已废止该产品验证证书,并要求业者下架回收改正。 线圈的温身试验,一个是73.8度,一个是68.8度。 这个都超过我们检验标准65度的规定。 持续温度升高有可能产生燃烧的一个情况。 超过期限没有完成改善的一个动作, 我们将会依照商品检验法罚到10万块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此外,10台炮脚机中有6件标示不合格。 价格最贵的鹰炮脚机则是物质商品验证码。 反倒是价格相对便宜的熏风、Clean和申保炮脚机检测全部合格。 两者价差甚至达2倍以上。 Tokuyo回应,以全面下架回收该炮脚机,将补证资料等标检局核准后才会重新上市。 我们当初用的零件是用B级的,那实际上它的耐热可以到85K。 依照商品检局的公告,那实际上我们先做下架的处理。 就产品本身,使用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疑虑的。 鹰炮脚机业者也回应,仅标示有误,产品本身安全,消费者不用担心。 动新闻台北报导。